又到了山海氣象的時間了 明天的天氣是如何呢 我們來請教氣象主播沙蕙 沙蕙請說 不管晴天雨天 原是氣象在你身邊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的時間 我是沙蕙 今天的太陽依舊火辣 雖然午後在屏東市 跟部分山區有下氣 午後雷震雨 但是雨下的都不夠 就很難為炎熱的天氣來消消暑了 那麼這個禮拜好多學生要放暑假了 最後一個禮拜的上看日日 天氣會是如何呢 我們透過雲圖上來看了 今天持續受到太平洋高壓勢力的籠罩 各地雲量不僅少 太陽也相當的大 不過到了午後 受到的熱力作用的影響 你可以看到在屏東市 以及部分山區 就有這種對流雲包發展起來 下起了午後雷震雨 尤其在屏東市區 下午2點到3點 這短短一小時之內 就下了42毫米的雨量 這種雨通常來得又急又大 甚至還會伴隨著雷擊跟強震風 所以要提醒觀眾朋友 午後在戶外活動 一定要隨時注意天氣上的變化了 而至於這種白天前朗炎熱 午後有雷震雨的天氣形態 會持續多久呢 預計會持續這整個禮拜 雖然到了禮拜四呢 高壓勢力會稍稍的減弱 再加上南方的雲氣 會北宜帶來一些些水氣 在南部以及台東地區 會不定時有降雨的情況之外呢 其他地區午後降雨的情況 跟範圍也會擴大 但是整體上來看 這週的天氣都還算是蠻穩定的 因為白天仍然都可以見到陽光露臉 尤其上午紫外線 容易達到過量或危險級 至於外出呢 務必要做好防曬工作 以免曬傷了 另外在秋雲方面 也要注意高溫炎熱的狀況了 尤其在台北地區這個禮拜 已經是第二天位居高溫排行榜的第一名 今天高溫飆到了37度 也因為進入夏天了 高溫不僅會持續 還會不斷的往上升 下一張呢 我們就透過地面天氣圖 來看溫度上的表現跟變化 從地面天氣圖上 你可以看到呢 明天持續受到太平洋高壓勢力的影響 各地天氣不僅穩定 再加上吹悶熱的偏南風 因此西半部呢 明天高溫都可以來到35到36度 在東半部高溫也會飆到33到35度 尤其在台北盆地以及花東縱谷地區 要特別留意受到氣流沉降作用 很可能會比預測的更熱 所以要提醒觀眾朋友 務必要多補充水分 避免中暑了 如果要待在戶外 時間比較長的話 也記得要實施到一兩處休息 接著就帶你來看 為你整理的山海氣象 台東南宇高溫32度 低溫24度 要注意短暫震雨 接著來到台東的太馬里 進攻大武達人 要注意短暫震雨 高溫34度 低溫20度 沿平台東北南 要注意午後雷震雨 跟短暫震雨 高溫33度 海端池上觀山路也 要注意午後雷震雨 高溫33度 低溫12度 長冰成功 東河高溫35度 低溫24度 要注意短暫震雨 熱水浴里 灼溪附里 要注意午後雷震雨 明天高溫 灼溪可以來到36度 萬榮凤林光復封冰 也有35度的高溫 是多雲到晴到好天氣 花蓮捷恩受風 是晴到多雲的天氣 白天要注意紫外線 是比較強的 雪林跟星辰 也是晴到多雲的天氣 白天悶熱 加上紫外線 也是滿強的 大同跟南澳 高溫明天可以來到36度 要注意午後雷震雨 往南澳 屏東的獅子牡丹曼 中要注意短暫震雨 高溫34度 接著來到屏東的 泰伍來日春日 要注意午後雷震雨 明天高溫 可以飙到36度 屋台三地門馬加 明天高溫也有35度 也要留意午後雷震雨 高雄的桃園 那馬下茂林 高溫33度 要留意午後雷震雨 嘉義達阿里山 明天午後降雨機率偏高 高溫可以來到31度 南投仁愛 魚池水裡 新意高溫32度 要留意午後雷震雨 接著來到台中的和平 高溫34度 白天也是相當悶熱 午後也有降雨的機會 苗栗南裝飾談談 高溫32度 午後要注意雷震雨的情況 新種的關系監視午風 高溫32度 白天也是相當的悶熱 午後要留意午後雷震雨 台灣附近新北屋 來高溫34度 午後降雨機率有40% 夏天正式來臨了 除了要勤防曬多喝水之外 午後在山區跟近山區 也要留意午後的 局部短暫雷震雨 那麼這個禮拜 有許多學生要放暑假囉 提醒爸爸媽媽 帶小朋友前往溪邊玩水消暑 一定要注意安全 尤其午後突如其來的大雨 很容易造成溪水暴漲 發生危險 以上就是這節氣象預報 我們歡迎收看 晚安 我們歡迎收看